我們粵劇舞台很豐富 唱腔也非常豐富 還有表演也很豐富 最近我們慈商非常幸運地開了一場 從來三十年的演唱會 也很豐富 有舞打氣 有文氣 也請來了很多大老官 我喜歡的安哥 還有聲歌黎晉升 還有潮叔 盧凱潮 還有小神英 還有我的好朋友李秋元等等 我們一齊夾手夾腳 做一場好戲給觀眾看 最近粵劇舞台很豐富 我們阿商講戲節目 也會有很多豐富的內容送給大家 不如我們看看 粵劇是一門傳統藝術 歷史悠久 有著很深厚的群眾基礎 而今天我們這一期《老官有約》 請來兩位 他們不是粵劇大老官 但他們非常喜歡粵劇 也很喜歡我們的大老官 他們的日常生活 都跟粵劇息息相關 一位是賈老爺 一位是舅婦身 不如我們看看他們的故事 是 陳長生 藝名三毛 是廣東戲劇家協會會員 廣東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 曾擔任多個大型畫劇的主幹 並和粵劇當中的老前輩 有著深厚的友言 舅婦身 原名梁萬身 是三大祝聖面大師傅之一 梁敏公的的傳弟子 答任過多家知名飲食集團顧問 曾穿州過省挖掘嶺南飲食文化精髓 同積極宣傳嶺南飲食文化 觀眾朋友 今天我的節目請來了兩位非粵劇界的人士 但他們兩位和粵劇界又有很大關聯 這兩位是誰呢 首先是三毛叔 南方電視台成龍怪世的一位假老爺 三毛叔 還有舅婦身 你好 一位是飲食界的人士 兩位其實和粵劇都很有關聯 先三毛叔 你說一下 如果說有關聯 我都很喜歡看粵劇 是啊 我對粵劇又不是很精通 只是愛好 所以我只能這個愛好 因為和粵劇界的人 因為佛山青年粵劇團 佛山地區粵劇團 就是小成英他們那班 還有彭少爺那班 都在我們牌園 是啊 你是佛山話劇團 其實你們是住在一起的 住在一起的 他們有甚麼坐牌 我們去看的 我們有甚麼坐牌 我們去看的 所以沒有關聯 也有關聯 都經常去看一下 因為在話劇那裡 有些工價都要學我們劇 其實藝術是互通的 互相吸收 可以互相吸收 是啊 舅夫生經常熬湯給我喝 就說你們花彈想漂亮的聲音 這個湯就很棒了 是啊 平時我們小時候就開始看電影 是吧 特別是以前的大老官 紅線女 潮叔 我們一一一聽到他們一走出來 一把聲一一一一開 就知道 哇 那東西的聲音 另外呢 我有時呢 又會習慣做些 靚湯水 清一下陰 清一下熱 這樣去熬湯 好像 一些舊新的花蝦心 煮好的竹絲雞 慢火煮 煮完之後 喝完了之後 哇 花彈是光光聲 是啊 紅亮到真的不得了 唱霸威了 陳長生從入行至今 擔任了很多的主角 身為國家級演員的他 是什麼時候進入話劇行當呢 又是怎樣和話劇 揭下不解之緣呢 說回家老爺 但是你是做話劇出身 你是否很小過來入行 不是 其實我半路出家 我十八歲高中畢業 去了農村 去了斗門 你是否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 你們是知識青年 自願的 自願的 那時候我爸爸擔任大廈 那個車的樣子就在隔壁住 他說你不要下去 很辛苦 我就從農村來 你來我車隊 教你開汽車 好做好事 那時候 一進去學生 那時候醫生司機 豬肉腦 對 醫生司機 三健保 當時我不知為何 響應黨號召 你太隔壁了 我就扔下去了 那去到以後呢 因為我當時都幾鬼馬 又活躍一些 農場組織孫原隊 其實我就參加勞共一年 我們去了孫原隊 孫原隊很多都廣州之稱 而是有兩個是當地的農民 兩三個當地的農民 其他都廣州之稱 所以我們這個孫原隊 質量比較高 在全區 就是佛山地區 那時候包括十三市 遠區的孫原隊會演 我們做了老師 有很多的節目 來推廣 那是否因為你經常演這些 所以被畫劇團發掘了你 我就是會演的時候 地區文化局 就要我 三房你留在我們這裏 我說我不介意 我會回農場肝革命 那又有事就是 你真的很革命 六八年要的錢 我們農場不放 七零年要的時候就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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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是一個進步的青年 不是 不是 我們當時 當時我們這一輩 每個都比較 聽黨話 應該是 聽黨話 那你們那個畫劇團 一直都是在同瑜劇團一齊 都是在那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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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根區 那裡一開始就是我們 我們當畫劇團 我們當畫劇團 當時就是 那時軍管會 他組織 歌舞團 他想組織的歌舞團 我想我們這幫人有 唱歌的樂隊的表演的都有 後來呢 改畫的團 就將那幫樂器 樂隊 有些獨唱語員有 有前途都打過分 去了這個 廣州市公安局的民工團 去了這個 這個 這個 黃聖英他那個 上星團 上星團 有些去了民族樂團 都分了 分了 分了過去 剩下那幫表演 就是現在的畫劇團 那畫劇團 後來我們搬去大院 大院後來是雜技團 月劇團 青年 全部都是在一個大院 叫人家大院 那我們就 同樣是大院 很多次 是嗎 世態無常 命運總是這樣 在陳祥生 一步步踏上 畫劇演繹之路的時候 又是通過怎樣的機緣 考陷 接觸到粵劇呢 訪問三毛叔 三毛叔 跟我們粵劇界的 舞探花 就是梁蔭韓老師 很朋友 可以說 這個就是這樣 他在這個 七十年代初 他剛從國安校回來 剛才就來我們團 就是我們團 就是關於粵劇團 還要恢復 他就來我們團 所以跟他的接觸比較多 而且我的廚房 對正他的宿舍的窗口 經常有些湯水給他 經常跟他聊天 他這個人挺好的 因為當時他在國安校回來 因為你知是國安校一比六度 營養又不夠 他肯定體質比較差 而且他斷了這麼多年 沒有演戲 肯定中戲 你要練出來 要慢慢練順 他一來到 即他一掛回來 立刻就排一個戲 叫做追蹤 嗯 從這個追蹤這個戲 就可以體現出 他對他的事業 對粵劇的經驗 嗯 是啊 他所老觀就是老觀 他那個戲 有槍 有念 有打 是呀 是呀 追蹤 追蹤 整場跑 是呀 很辛苦的 因為他剛開始來到 雖然是一個沒有探花 是呀 是呀 因為他剛好下來的時候 是真的 我們練功就要練順道戲 是順的 是順的 所以那時候他練出實力吃力 嗯 那領導照他 硬硬練 他不可以 剛剛上場 做到真理 如果說的話 說的話 不要頂得偶血 是啊 辛苦 辛苦 那個節目 整張的二十分鐘 嗯 二十分鐘 一個一個 是紙戲來的 不是紙戲 是一個小月劇 專門寫他去追蹤一個 那些逃犯之類的 一個這樣的戲 所以他 從這個 也對我們 頭三輩當時 都夠了 所以他指導 要向老先生學習 他一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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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到封鑊精 然後捉 捉 捉完又上場 這樣來提氣 這樣來提氣 公猶精 我們在舅虎山 其實如果要提氣的話 我們要煮些什麼 湯好些呢 通常如果是正常的 大陸觀 我以前很小時候 就跟他做大戲 在喉台 我就很喜歡 首先呢 在演出之前 我會用一些大海子 新鮮的大海子 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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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些漂亮的山泉水 用浸的形式 浸它是天光 明天之後我會找一個小鐘 以前我很小時候 看葉丹青演戲 葉丹青 他很喜歡 小朋友 我很小時候 十幾歲 我就開始浸大海子 讓葉丹青喝了 是嗎 是呀 你那時候已經做徐師 很厲害 我以前十三歲 就出去做事 以前讀書 就不能讀 不能讀 甚麼都不能學 做徐師 學門手 以前很簡單 頭菜精肉餅 想著 沒什麼要做 跟戲班 唱戲 看看喉台 這些報紙也好 我爸爸做大戲 是呀 我爸爸做大戲 我爸爸 他的戲名叫梁子明 他跟葉丹青 紅紅 他們拍攝 好 我在背後怎樣 嘩 他們喝茶 沒有時間 我開場前 我一定會浸大海子 用清水浸它 加一點風脈 令它熱得入口 喝完 喝完之後 潤喉 聲音 和涼 清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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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要有風油精 不是一定要有風油精 是呀 我們現在吃了 不是弱了 風油精 是指兩人說 是 演過虛訣 是呀 那時候他尤其是後苦心 是呀 找風油精 讓他精神 把油精出場 是呀 是呀 隨著陳祥生連少 對粵劇的接觸和了解 粵劇老前輩和陳祥生 有著怎樣令他印象深刻的 精彩故事呢 說起一哥 其實他還有很多 很特別的故事 是呀 是呀 我記得他跟我說過一件事 他說出來時 覺得很自豪 是呀 因為他沒有功德 是呀 所以他年輕時候 都比較牛精 是呀 牛精 3號 我跟你說 我去澳門演出 澳門的戲院 特地找魏紅燈 做個招牌 牛精小武 一隻牛頭 兩棟 把氣噴出來 在鼻子噴出來 牛精小武 那他覺得很自豪 人家都說很厲害 其實他為何會自豪呢 我們做武打氣要救火 救牛精就是救火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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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行啊 他的牛精 到後來 他的脾氣變得很溫和 是嗎 為何呢 我接觸他以後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溫和的老貪 是嗎 是呀 從他 以前那個廣告事 我知道他 他生代了愛心肥 他是一個比較重 哦 他說他以前呢 他做大老官 是 應該是 生活待遇很好的 是呀 是呀 他說他有私人 私家車 他私家車就是三輪車 是呀 都很好 三輪車的 遊得很漂亮 是呀 差期的 一等於現在我們有賓士 有賓士 專門的三輪車是他的 專門車是他的 專職司機 專職司機 那他呢 就經常呢 你知道在這個酒廊門 有很多黑衣 那他呢 經常擺龍 就不是說一龍三隻那些 擺精龍 一個擺的精龍 擺的精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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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一點點心 那他真的很有愛心 對 是呀 所以他的愛心是很恐怖的 嗯 他很多這些這些 黑衣仔 到解放學校 他又去做工做一做 做一做 做到經理 啊 以後那些經理走了 很多經理 對他很好 所以梁延棠說 不休 沒有吃 黑衣仔也有翻身之日 對 對 你講戲呢 就是我們一哥 梁延棠老師 他賺了這麼多錢 我記得呢 我聽人說 當時做大戲 就真的賺很多錢 是呀 我聽過香港那些 這些老人家說 是 他說呢 就是任伯 即是任伯 他們在澳門 已經一個月 就可以買了一條的澳門街 是呀 一條舊街 那真的賺到很多錢 不知道你爸爸那時候做戲 他以前做戲 他都賺到錢 但他賺到錢之後 說他們以前 用媽媽的袋拿回來 哈哈 他不是說你們 揹著袋 那時候沒有卡 以前沒有卡 我拿個袋回來 我一見到 嘩 老爸這麼多錢 你大個學來做戲 但我一直都學不到 哈哈 一拿花袋錢 是呀 我回來之後 他有時候 他唱的東西多 他就說 嘩 老爸 你當然吃了義氣多 我建議他 不要吃那麼多辛酸苦辣的東西 找些清清的東西 以前就知道 什麼精都沒有 所以我建議他 簡單來說 就是山水豆腐 滾芥菜湯 這樣喝都可以 他都可以幫助到 喉嚨聲音 那個聲線發發 即是找山水豆腐 玩 是呀 很划 划也不划 因為他平時出去 他很多東西都會吃到 那些肥仔的東西 但有多少辛酸苦辣的東西 回來給他一些清清的東西 但早上他起床 他就鬼聲大聲 哎呀 昨晚很晚 喝你一杯 這麼簡單的湯水 我的聲音都已經清楚了 是呀 梁萬生是資深的點評價 身為香港國際美食俱樂部 榮譽顧問的他 當經濟困難那個年代的時候 又是怎樣學會做菜的 他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困難時期就最考廚師了 人家說考虎就難為亡米粥 那時候舅舅你又怎樣 在沒有什麼經濟能力的情況下 就做些美食 因為以前我們鄉下 每家每戶都耿養有雞 是的 我自己一直跟著氣斑 以前的氣斑就在屋南上面 有一個叫做金城粵劇團 我只是負責跟尾 幫忙他們 那些池雞尾捞了 我就幫忙收拾電 那些氣服丟到地 我就幫忙摺起來 我是負責一樣的 收工了 他們大氣結束了 那我就要做東西給他們吃 那為什麼我會想到 整隻雞湯淨 抹乾淨 丟進去煲呢 可以方便到 那些在做大氣 在唱東西的人 不停地使用喉嚨 你如果斬碎它的煲 它就會有些骨碎 一不小心或者趕下一場氣出場 那你就會不小心 就會吃到骨碎 所以最後 我葉丹青說 哎呀,小孩子 你這樣也會想 完全沒有骨 會弄你的骨 都拆了出來 都淋了 吃到它們真的開心 耳朵動 唱起都大聲很多 是的 就是要用一下自己 是的 那有沒有捉一下魚蝦 因為農村可以就地取材 捉魚蝦也有 不過捉魚蝦 始終蝦和魚仔 它都帶了很多 我只用一種方法 找到一些蝦仔魚仔回來 我就會把它用蒙武火 煎得稍微有一點點香味 就不要煎得太焦 一煎焦它會有熱氣 好了 然後就滾回湯 滾回湯 很白淨 是的,很白淨 以前鄉下最擅長的是 種到的屍瓜 即是加利港就是聖瓜 以前說是屍瓜 將它泡皮 完全沒有青 又滑又香 一碗一碗 以前用八角碗 沒有這些 有金絲碗 八角的雞公碗 八角雞公碗 喝完之後 他們坐一坐 休息一休息 以前風扇也沒有 冷氣也沒有 就用剃頭鋪的 這樣吹涼 最後他們吃完之後 繼續出場 繼續做事 唱東西 自己都很滿意 我口水都漏了 是的 幾次做一鍋來吃 是的 這個就要下廁 下廁 在私房菜那裡可以做些糧 當然可以 私房菜那裡 很棒 當然可以 風涼水冷 而且雞養得很大隻 是的 我也去過 我們養的雞 養一千日有多 是的 很大隻 整個十斤 太煎雞了 對 它一口跑到新捕里 還快那麼好 我想我捉不到 當然 很大隻 腳牙真的好像兩隻手指那麼粗 現在人們在說麥當勞 四十五隻雞 那些千多日雞 那些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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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好吃 吃過一次 如果拿那些雞來煮兩公粥 哇 不得了 你私房菜沒有空 三年多隻雞 是的 是的 還有私房菜不認業 他們只是招呼我們的老友記 是的 我們去吃過很多餐 不過太軟 是的 演藝界 粵劇名令 大老觀 不停地這樣 咦 我們上次去中山拍粵劇 是的 我們劇組有幾個攝影師和我去吃了 是的 真棒 是的 朱門口福生 一早起床做些私房菜我們吃了 有私房菜 還有很多私房酒 私房蒜 很多東西 是的 還有很多東西 真的 私房肉皮 肉肉皮 哇 我想問他拿一張他都捨不得 人家醃了幾年 是的 以前看他演戲很好看 一條大字架尾 但他一出場 樂鼓一響 我就開始在內心裡說 跟著說 對 父輩是粵劇老官的梁萬新 雖然從小未能學會粵劇 但他對粵劇有著瘋狂的喜愛和熱誠 他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去表達 靠谷先生说起就是唱乐曲 你爸爸就是老官 在家里有没有练唱或跟着唱 我平时看他演戏是很习惯的 一条大字架尾弄起身来 但他一出场耳鼓一响 我就开始在内心里面来说跟着说 但我说说来说去说 说了几十年我都说不到一手 完全整整的乐曲出来 到时候他们一和鼓响就会说 你公曹是甚麽 那便开始出场了 公曹是甚麽 你哥你是哪 所以我听我很喜欢听 哪怕好戏是双姐 我们香港演出他也去看 在香港新光大戏演出 他一收到风之后 打时间就追着他拿票 他和太太去看 立即坐船坐车下去 看完戏之后 不知道双姐是压续出场的 那你一定要看的 没理由 这么浪费时间 我一直看下去之后 压续出场之后 再拍大合照 我一直都未舍得离开的 看到他们完全落大磨 收灯锅我才舍得离开的戏 我真是想赌 是啊 但是挂着去九龙堂宵夜 他和太太去打骨 是啊 我都挺懂得拍的 看完双姐演出之后 没理由走去开酒店 不如走去打到天罡 打到天罡 但当他喝完茶就回来了 所以有些人说 你不是马家夫生 去香港看一场戏 你走回来 你当然了 因为我是粤剧爱好者 对对对对 我们的忠实勇奔 不错不错 未来我要 帮你三个一起去 是啊 你哪里有粤剧 你告诉我 我扔下所有工作 我都会去看 我以唱会都看 一早就定定不定跳 正常 我提前两个钟头去 去到位 其他人慢慢入场 已经爆好位了 是啊 我一开场看到 有粤剧老将 包括潮叔 湘姐 还有莱振星好东西 和湘姐拍照 出来的那七夜 听到我真的 连眼都不敢入 寒也不敢出 是啊 我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我们粤剧有希望 粤剧就要有观众 你下一代陪众 你培养他 你的朋友 好像我 你培养一下 但我想有一件要求 我想要求 你们的前辈 包括湘姐 教我唱两句都好 你懂得 一边煮菜一边做 有时我和他拍美食节目 他又做了两句 家姑草媳妇 是啊 真的 和我们和河车 拿着木铲铲 又是这样出场 叫我不吃辣椒 将大豆芽再炒猪腸 哎呀真的 是啊 很厉害的 他将美食和粤剧结合在一起 那我就想起了 三毛叔 那你们的画剧 又可不可以将粤剧结合在一起 那在我的演出之中 就没有说结合 但是参照 借鉴 是的 我曾经听了阿彪叔说 吴彪先生 阿彪叔 我们的前辈 是的 他呢 他又很喜欢粤剧的 他又很会唱的 很厉害的 他又将粤剧的叫头 或者那些圆腸 他融在画剧上面 是的 所以我说 借鉴是有的 譬如你演一个戏 尤其是演到古装 我们有个梦幻西朝 是的 梦幻西朝 这不是清方 那那些 清代 清代的 那你那里呢 就不能够用 好像我们 现代的那些 是的 他要有个气势 要有个架构 其实是贪照你 瑜伽的那些工甲 没错 对 就是工甲 工甲 一般你平时就是这样 但如果你作为 一个借鉴的人 要提气 提气 收福 收福 提气 腰杆也直 已经是气曲 对 是气曲 手不是字 你这样放 其实是这个 这样呢 那件衣服 特别清朝的衣服 这样穿起 会漂亮一点 哈哈哈哈 你这个团 其实单衣服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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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都有借鉴 尤其是画剧 如果画剧 演一个乐剧的人 更加越好 没错 肯定越好 以前我们 演小节目 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乐剧 半年花生 是 罗敏超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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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分属叫我 做罗敏超会角色 是啊 嗯 那是文宏先生 那是文宏先生 但是呢 唉 唉 学了很久 嗯 那些韵味不够 嗯 结果冲迷了 哈哈哈哈 你不够筋力 很厉害 很厉害我可以入 瑜伽这个香港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惜可惜 哎 说那些韵味不够 是 很遗憾 很遗憾 你又是 你近水流台 那旁边呢 就是 你又认识一哥 又认识鵬哥 是 那旁边是瑜伽團 为什么你不想他们偷尸呢 那时候我已经是 把罗敏超的录音带 录了录音 每天早上一按就听 一抹开眼就听 哎呀 我们宿舍四个人 都被我吵醒了 哈哈 那你和我都差不多 你啊 我整间屋都是录音带 录音带 录音带 包括以前转转录音带 我还有很多 哦 没死掉 没死掉 不过我那盆录音带 是公家 哈哈 哈哈哈哈 那间呢 又是DVD 又是这样的 是啊 你到我家一看就知道 我对乐剧有多爱好 嗯 整屋都是 所有地方摆得下的东西 都是乐剧摆的 还有去过车也是 是的 我有一时呢 我们拍美食节目 坐他那部车 那里又是黎俊昔 那里是罗家宝 那里是阎安 是啊 他买齐我们老公的带 每部车都可以 但是下一次要不去家里拍 是啊 所以那些人 一坐那部车 他说 都没什么听的 你全部都听乐曲 是啊 我几十岁人 那当然是听乐曲 你的评评 你不适合我的 所以我对乐曲 就真的是情有独钟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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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的时代 并没有带给他们压抑 相反他们更是 老前辈乐剧名家的身边 遇到了很多 意想不到的趣事 我们都是乐剧之幸 那说回吧 你和我们大老官一哥 不如爆一下他的东西 因为他过身早 我出道辞 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 这个前辈很多故事 他也有很多趣事 那就是说到你说 那些大老官 是 托着麻包 是呀 是呀 真的呀 真的呀 梁可也是这样 不过他的钱 最终一分都没有 怎样呢 怎样呢 他跟我说 他有次去缅甸 是 老窩 越南演出 是 那别人那里 就说不给钱 是的 就给一些宝蛇 哇 很棒啊 宝蛇 是呀 如果觉得宝蛇 开了它 是那一粒 这么大的宝蛇 价值练成 是呀 但是不是 就是给那个圆石石 圆石 哦 圆石 哇 给了很多圆石 那他就拿回来 是呀 你知道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是呀 没什么路 靠自己的 因为美国人参考哟 初一到那时 找楼鹝 那时候把码 落到的时候 还叫板 出水 后来呢 他加了軸 結果越是鱼 现在她会把鱼 缰一下 雏一下 就一个 好 真的可惜 可以忘了问他是要远抽哪条路 不是 我现在回去盛了 看来 哈哈哈 多大都會背回來 一顆,如果你一湯開了 假如那顆是真的補石的話 一顆就已經不用做了 一輩子了 所以有時候老官的經歷真的很傳奇 對,我講完這件事 他又很有童心 是很乾的 那時候我跟他經常在一起 每天跟他打架 他打給他 他的號聲 十分號聲 輸了,誰輸了 要寫一張復書紙 將紙怎麼寫呢? 如果我輸了 就要寫三毛認輸給梁任堂 如果梁任堂輸給我 梁任堂,復書給三毛 這樣也很語 真的浪費了 他才輸了十多次給我 後來… 有沒有維持這些字 就沒有維持 後來被他維持 我應該偷得他留兩張 我寫一張復書給他 到現在就值錢 就這樣 就證明這件事 證明他有童心 他很有童心 很有童心 即是很難得 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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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事情就是這樣 有一次就… 以前在我們團 在我們團 就演出 演出後 他們經常有消夜 那消夜呢 你知道 以前七十年到 哪有這麼多東西吃 是呀,沒有東西吃的 是呀 他們就說 來我關帝廳 來關帝廳 原來呢 什麼叫關帝廳 他們以前下鄉 沒什麼地方住 就住在關帝廳 是嗎 打地鋪的關帝廳 即是那些廟 是廟 那他們怎麼消夜呢 就找幾個磚 三個磚 砌個爐 上面整個鍋 是嗎 很簡單 舊本身 好像… 很簡單的爐租 這些真的 用六個磚頭 就可以做爐租 是呀 以前他們一做完大戲 之後出來 沒有說這裡 整個街道都是宵夜檔 是呀 之後就是我自己去做 嗯 走去鄉下煮雞 簡簡單單 用以前的米 很漂亮 用包損米 包損米 煮出來煮就很香 很鮮味 然後整隻雞 扔下去 這個叫… 說回頭 即是你拔了一毛 拔了一毛 整隻雞 刮了內臟 整隻雞扔下去 不斬的了 不斬 整隻煮到它 全部都肉爛 用了 煮很久 以前吃生鹽的 沒有海鹽的 很大顆 生鹽就是有清涼 涼血清涼解毒的作用 是呀 因為平時我們喉嚨痛 腥乾 或者說話不太清楚 找一杯生鹽水喝下去 也有幫助 是呀 所以我老爸一出來 葉丹青 他們這樣出來 他說 你這個小孩真厲害 今晚懂得這樣煮個… 雞粥 雞給我吃 以前的粥 叫什麼粥 我老爸姓梁 叫什麼粥 我老爸以前有個花名叫梁敏公 梁公粥 就這樣不出 所以我現在還在保存這個 這個粥還有嗎 有 我遲些不行 等我們商界 大老官出場 可能我還要煮個鍋給你 做一碗梁公粥 當然 那些老官一看著這個節目 不用多久打電話給你 是呀 你說回憶哥 不是 我聽到她說這個 很羨慕 是呀 沒錯 那時七十年代沒可能的 我們哪有 是呀 我們打火鍋的時候 我們每個月都有一條魚票 五張 一條肉票 是呀 很緊張 一家人就是這麼多 很少一張魚票二毫半 是嗎 那麼 幾個人 那時一個叫趙松斌 不知道你認識嗎 認識呀 我們是師兄 師兄 趙松斌 一個已經走了的胡科獎 就是萬花和胡科獎 一個梁項糖 一個我 四個人 四個人 四條魚票 四條肉票 八萬就沒有了 很快就吃光了 吃光了 嗯 那怎麼辦呢 嗯 到第二晚 只剩了 只剩菜 生菜 西洋菜 那些 那梁項酮 他說 三豪 你還想不想吃魚滑 嗯 當然想 真的 這麼寡 當然想吃 這樣 你明天去找 麻魚鏘 是嗎 這個麻魚鏘 是我們佛山的一個名人 是 他這裡玩泳春 嗯 打拳很厲害 是嗎 梁項酮是他師父 是啊 哈哈 那麼 他呢 也仰慕梁項酮 對梁項酮好 就是這樣 你要問麻魚鏘 嗯 你就說 一哥想吃魚滑 嗯 這樣就可以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便說 可以不可以 不行 你去吧 翌日我便去他 他在賣魚 賣魚響 賣魚 看到我 哎呀 他很誇張 他很誇張 很誇張 很誇張 他在收魚票 是 就找張糊 一次都吃進去 他不就知道 然後找張 一下 然後揍 För breaking 啊 顏 brid 等得多了,沒什麼人了 就把那些鵰鐵拿走走走 叫你走,那就大把魚吃了 我就找那些鵰鐵去買 就買魚了 一哥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令你很深印象 一哥呢,他以前很牛精 比較獨斷專門 大老官,都是這樣 但到後來他的脾性很溫暖 而且很多東西都不算 我有一次,那時候他已經去了粵劇團 他做團長 他去聯繫演出,叫我 因為我那時候關係和他好 兩人踩步單車 由佛山踩到落松水藤那裡 很遠的,踩去 我打算一個大老官踩到他 而且他人家知道他的聯繫演出 沒有人理他 是啊,不騷擾他 可能我幾天不認識他 那我反而發了 反而他說 喂,你們怎樣的 你老人家親自來到 他說這個是兩湯 他反而那時候 不擺什麼架子 不擺架子 很溫和 後來認識那個書 他出來了 哇,多熱情 馬上接到他 聽過演出 還招呼我們一餐 這餐不是你煮的 不是你煮的 但也挺好吃的 是啊 平時 證明他脾氣都過了很多 經過了他 他的人生激烈以後 他到後期 真的比較 對他的徒弟 或者對他的手下 對他的朋友都很好 我覺得 可能最大的藝術家 還要是最沒有架子 我們現在接觸很多 很大的藝術家 太陽官 真的 他們可能反迫歸真 很疲惑 你隨私界也是 一哥 鮑魚一哥 楊冠一 他對我們都很好 一點價錢都沒有 我去香港我經常找他 是啊 跟我們一起 哎呀,很厲害 舅舅身 你都做了兩道菜 看過你的水樽去到多少 做完之後 吃完之後 行了 你就按照這個方法做 他就這樣 他很情意 很隨和 是 沒有什麼 擺什麼架子 完全沒有 等於以前 我們 小時候 村舟各行 跟著一大戲班 去唱戲 那麼常陣 以前是來不了香港的 我們 聽聞說 文千歲 李香琴 譚炳文 那些 一一一來這裡 有東西唱 我們真的 哇 不得了開心 真的 沒吃飯都去 很開心 那麼 那麼 後來 看回我們廣州的大戲 還有香港的大戲 在聲調方面 是有少許的區別 是啊 是不同的 不同的 它的稍為偏高一點 我們就響亮一點 對 香港的就溫柔一點 對 生活化一點 兩種風格 所以它有些不同的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大家互相用 基本 當然是基本 但我很小時候 已經能夠分到 是我們廣州人唱的大戲 還有香港人唱的大戲 在錄音帶 我都可以分到 這個是香港人 這個是大陸 很厲害 我十幾歲 那不一樣 那時候你受你爸爸影響 是啊 但我一直找機會 想學來唱一支 硬硬硬 沒有辦法唱到 不知為什麼 這件事要請求上司 我知道了 你現在三毛叔會唱《芬妃宴》 我知道了 你終於沒有拜 雙姐就是 是啊 我現在就找機會了 所以我能夠唱一句 《芬妃》 你懂唱《芬妃宴》 《芬妃宴》 很厲害 不是 我要練 好 我相信 如果買票 提前留兩張給我 是啊 是啊 你不用買嗎 要的 好 希望我們以後有一個活動 可以將《芬妃宴》 和《美食》 結合在一起 開心 那就要想想 到時候我找雙姐填詞作曲 《蜥汁、燜骨、蝦仔、肉片湯》 就做回手 是不是 蜥汁、燜骨都可以 你這個好多 馬上創 可以將《芬妃宴》和《美食》結合 馬上創就出來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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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粵劇 的確就是這樣 觀眾就是怎樣能夠進步 馬上創 是 老一輩的粵劇名家留給他們深刻印象的同時 亦都給他們帶來了財富 他們對現在的粵劇行業有著怎樣的看法呢 兩位就這麼支持我們粵劇 你們怎樣看現在時下粵劇呢 我先說 現在粵劇的確是一個 觀眾如何將它吸引 吸引它 這個吸引有助粵劇 粵劇怎樣出一些新來 我聽過一些 現在粵劇 過得不良不良 有些粵劇 尤其是新創作的 有些覺得不像粵劇 這個怎樣看 這個又要 保持傳統 但是隔身是一定要的 但你怎樣隔身 你不要說 根本聽到很喜歡 又不是粵劇 這樣就不可以 這部分 怎樣選擇呢 因為我家人 有很多都很喜歡 我老婆喜歡看粵劇 他們覺得又是 其實要改革 要吸引年輕人 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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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都肯定有 有的 就好像 這個自己是 一個世家的 自己喜歡 他一定喜歡的 他肯定會追著去看 但你要怎樣吸引年輕人 將你改革 這裏 就要有些工夫 但你又不能夠過得太多 曾經有一個粵劇的改革 看不出來 你就會罵 所以這個度很重要 很重要 是呀 那舅舅先生又怎樣說 那我就這樣 我平時 在家裡吃飯 和家裡的兄弟 姊妹 我五姊妹 五姊妹 當時裏面來說 我是自小的 每個人一說到粵劇 就很集中精神 去分飛 去討論 夾著送 那筷子都會放下 聽完之後再夾送 那些人都喜歡粵劇 我們整家人都喜歡粵劇 包括我 我現在的二老 更厲害 他就用那些毛粥 就鋸一隻大一點 這個長一點 自己走去 捉那些蛇 回來找蛇皮 揹個移戶 這樣就可以 自己做樂器 是呀 河車河車之後 他又押一下 馬克又押一下 這樣 我說二老 你整天這樣押 要唱才行 他說我會押 就不會唱 又是我這樣 我會想 我就不會唱 那麼他呢 就一講到粵劇 他說如果是吉陣的粵劇 還有以前的粵劇 以前比較傳統 簡單一點的樂器 是 羅古抄 我們是五架頭 是呀 吉陣就不同了 由蜜蜂又蜜蜜 整個粵劇 香港 工嫁 服飾 各方面 都已經一路進步粵劇 是 是呀 這個是無可否認的 所以你說 如果真的懂得欣賞粵劇的人 為什麼 家庭這麼多東西 聽都聽不清楚 這麼多工具 這樣才能令粵劇氣氛 完全發揮了出來 是吧 你的粵劇 有些現代化 沒錯 沒有印響報的 沒有印響報的 現在唯一的我講的 就是唱腔 沒錯 唱腔 唱腔的曲調 是嗎 你不要離開 越 越劇這個味道 對 越劇這個味道 你不是好像 走到時代的歌 你就廢了 所以現在聽大戲 越聽就越有品味 以前也有 但是以前的聽法 和現在的聽法 就有少許的區別 因為現在 燈光 特別是那個碗燈 以前用手來撥 1117的字幕 它又會插一件 這樣射出去 現在不是 先進去 現在電子字幕 沒錯 所以這件事 真的值得我們 不停在粵劇方面來講 去分享 感受粵劇的氣氛 是 是 那你有沒有想著 這些子女 或者孫子 去教他們 我平時 我自己也不懂唱 但是我放粵劇帶 他們也有走過來看 他不會拒絕我 不要聽 這樣 他聽一下 他自己也會聽日落 可以的 老爸聽起來 好像有些意思 雖然他是唱得 長一點點 他就懂得這樣分 他就不懂得 長一點點是粵劇 這個拿手 頭音 所以這些是沒辦法學的 其實粵劇 應該是 不是有前途 當然有 為什麼 廣東音樂 中央台 很多重要的東西 過廣東音樂 是 國宴也是 報告都 聽到 所以粵劇這個東西 應該是有傳統的 是 看你的改革者 和革新者 如何將它更加努力 好 接近後生性 接觸快些 沒錯 更好延續下去 沒錯 你知不知我們鄉下 鄉村各處來 如果有一台粵劇 下去唱 老人家 中年人 都會很投入 好像上個星期三 沙溪就有一個敬佬活動 他就搞個地方的粵劇對唱 嘩 如果當時我們鄉下 帶了大哥搬出場 不得了 六百人在這場晚會 是啊 那就是 責人罪於你 不是 我遲了 我們大家勞勞努力 搞好粵劇 好 好 真的好 看雙港戲 品戲曲人生 在我從藝三十年的演唱會裡面 我跟李秋元演了一個戲 叫做 《新霸王笛基》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戲 首先就是 李秋元演這個 《楚霸王》 他演得非常之好 因為他是學花面出身的 所以他的花面 是非常之有份量 和很穩重的 而瑜基 我很喜歡裏邊的瑜基劍 因為我讀瑜伽學校的時候 我經常連這套劍 我覺得瑜基這個人物 也是一個很稀密的人物 《瑜基劍》有很多技巧 《梨園藝壇》 我們一起看看 有甚麼技巧 觀眾朋友 你們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梨園藝壇》 我是這一期的主港李慈商 我將會和大家說下 粵劇刀馬彈 表演身段和技巧的運用 講起這個表演身段 可以說是非常之豐富的 而演員手上拿的道具 也是各有不同的 有槍、刀、劍、陳筆等等 這一期我們將會說雙劍 雙劍有很多運用 大家看的古書都會看過 有槍莊、武劍、意在佩公 講槍莊、武劍的時候 他想殺死佩公 那種劍是暗藏殺氣 還有一種武劍非常經典 就是瑜基的武劍 瑜基是說西楚霸王的瑜基 他看見西楚霸王大勢已去 他知道假如他還留在世上 他會拖西楚霸王後腿 於是他想把自己一個美好的形象 留給大王 於是他在這麼悲創的時刻 沒有一段瑜基劍給楚霸王寒雨看 這段武劍可以說是很淒美 亦非常之哀怨 這段武劍可以說是感情和技巧的結合 令到很多觀眾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亦成為戲曲舞台上一個很經典的劍舞 今天我將會跟大家說說劍舞裡的幾個經典的瑜基劍的動作 霸王別姬的武劍 別姬的雙劍表演是梅蘭芳藝術大師獨創的一套劍法 在表演時注意雙劍的劍花要灑得優美有表演力 體現出人物對人歡笑背人仇的複雜心情 他一開始的時候會合住 他要將自己很美好的一面留給大王 於是他強引悲痛 強顏歡笑 跟大王說 大王請上座 魚肌獻醜了 先拿這個 然後先拿兩個下 這個這個 這樣一下 做完這個 做這個 左右這個 轉這個 再轉這個 之後 這個 好 撿过来就反身了 一个 两个 开箭了 将双箭双单箭变成双箭 这个就走过来了 走过来就是这个动作就是撒花 先左手右手 左手右手 左手右手 这个左手右手 到后来了 不如你示范几个动作好吗 好 大王请上座鱼姬炒鸟 好 那就做了 好 是了 一个 是 再卷一卷 向前 是了 再弄一弄 向前 是了 再向这边两个 一个 再来 好 反身了 将它分开 由一把剑变成两把剑 嗯 是了 你反身的时候 你分剑就这样 好 分剑呢 其实都讲那个技巧的 你最好在过程中分 这里分开的时候 好 你就这样 就来了 你就不要让它停那么多 知道吗 一来来来 一来到 嗯 一来到这里 你就这样 好 再来 一个反身 分开 好 来这里分开 是了 好 是了 那就行了 走到那个角 嗯 是了 走到那个角 转身 就是 左手右手 左手右手 是了 左手右手 是了 好 再反身 好 嗯 反身就外鱼了 一二三 一路反身 外鱼 好 好 说起这个鱼姬劍呢 它有一个是 注意事项 就是 表演的时候 就要 对人欢笑 背人仇 这个就是 很复杂的一种感情来的 要靠演员来到表演 也都是很有难度的 那我觉的戏剧大师 梅兰芳 她演这个霸王别姬 可以说是 出神入化的了 所以呢 有她的猪肉在前 所以呢 我们 也都是很崇拜她的艺术 那现在粤剧舞台上 演这个霸王别姬的戏 也是不多的 那今后呢 希望大家看霸王别姬的时候呢 就多些欣赏一下这一套 鱼姬劍 原来呢 这个舞劍的背后呢 还有这么多 丰富的表情 丰富的故事 这一套 观众朋友们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了一套 不是这么简单的剑 就是鱼姬劍了 在戏剧表演上 已经是有一套的体系了 已经是有很多经典的动作 有很多固定的表演程式等等 希望大家就喜欢我们的戏剧表演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节目就是时间到了 那在明天的同样时间呢 我们就将会继续和大家 就是讲这个粤剧刀马蛋 表演新段和技巧的运用 记得留意收看 好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叫包公庙 现在年轻一脱的人就不知道 很多老人家仍记忆犹新 就说小时候入到包公庙里偷礼士 包公庙就没有了 包公庙就流了一段传说 相传就说 这间包公庙里的包公神像 居然可以帮人陈说冤情 是真的吗 黎钓木掃的公仔 竟然可以帮人掃冤 听说古老的那段传说 大家就知道 话说 在清朝的雍正年间 在广州石井的时候 以前是属于番茹的石井 有一个大有钱人叫做 凌贵卿 这个凌贵卿 他就很相信风水 他想着有钱还不够 一定要做个大官 他本身经以用钱 捐了个小小的官职来做 当然他不满足 他就找来那些风水佬 叫那些风水佬 帮自己沉隆上地 看看有什么好的地方 来安葬祖宗山墳 正所谓阴贼的做命 能够复杂自己 那些风水先生 就乱说 这处地方 如果你爱你做祖宗山墳的话 保保你平暴清雲 大大的官职在你做 我 那一处地方 是自己的表弟梁天来 那间祖屋所在 找表弟来谈 跟梁天来谈 问梁天来肯多少钱 都卖出来 梁天来说 多多钱都不卖得祖屋来的 凌贵卿心想 两脑表你都不肯卖给我 就是没说话好谈 既然没什么好谈 你就不要怪我了 远的不行 我就凌硬 凌贵卿又一晚 出钱指使那些人 去到梁天来屋里 就在窗门那里 把那些烧黄火石的东西 扔进去 把柴草扔进去 引着就来烧 你不肯给 烧死你们 我能够取得了吧 把柴草扔进去 大火一烧 因为梁天来一家祖屋 整间屋都是石头起 如果是木的起 更好一点 石头起 想出来都艰难 就把梁天来一家祖屋都烧死了 一共死了七个人 八条人命没有了 为什么八条人命呢 梁天来的老婆陀着孩子 所以就七思八命案 不过冥冥中只有天意 就整定梁天来不用死 因为刚好出外去办科 避过这一件 梁天来回到来 听闻这样的事 觉得事有巧妻肯定 莫非有人向后头指使 不是普通的货在 正好有个乞衣上前 那乞衣就跟梁天来说 说当晚木倒一切 看着梁贵兄指使人家来放火 他说愿意出来做精人 去指证梁贵兄 谁不知梁贵兄 埋控将乞衣都杀了 就引伸出九命其冤 梁天来身上背负着九命其冤 留要供他 但是凌贵兄有钱 将那些地方官 什么园官 甚至连什么守备 广州知府 全部买起了 全部收买了 任凭你梁天来 怎样去告了 始终告不入 还去衙门岛 白白无端售参白打 梁天来满肚的怨气 你都不知如何是好 孤零零一个人 很低落 那这一日呢 梁天来就想着 入省城去看看那间铺位 那他铺头呢 就在十八铺那里 他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 送回去看看 发生了这么大件事 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梁天来 胡桑长长 没有剃 头发长长 都不离得一次疏离 整个人累累碎碎 头哒哒 眼濕濕 下巴有滴疾 行路不晓得纜石琴 一路终着终着终着终回去 终回去 杂货铺那里 碎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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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桥簾一分走出來 表弟 亮天來授 竟他有心炸看不到 遮起身後避開走 靈貴卿一攔攔住他 表弟沒有走字 想走走不到 好 怎麼樣 你又想怎麼樣 你害得我還不夠 表弟 你不是要告我嗎 你告我吧 告我吧 我大把錢 你沒有錢告我的話 我給你錢告我 你告我吧 告我吧 你告我不進了 亮天來 鼓到一肚氣 黏住他 你走開 你又走開 表弟 我最後提醒你一句 就憑你想告得入我 我打你上天告獄王 落海告海龍王 上北京 告雍正王 你都迷死 你都迷死指已告得我入 記住了 啪啪啪 我把線去梁天來 頭上敲了三下 跟著大搖大擺 揚長而去 梁天來 竟已被他害到這樣的田地 還要當眾敢來敲自己 敢來羞辱自己 他認為是其齒大肉 咬失靠 為什麼 為什麼天下間就沒有公理 你 馬元家想 是的 剛才 凌貴卿一句說話提醒了他 凌貴卿說 任憑你上天告獄王 落海告海龍王 上北京告江水王 是的 我什麼官我都告過了 那些官被他收買 我不會告預長 我就不信皇帝 所以他都可以收買 日然驚醒夢中人 好 我一於就上京告預長 他醒起在十八埔附近 世來初地的樹 是有一間包公廟 不如我去包公廟的樹 去求一求神 祈求包公爺爺庇佑 讓我上京告預長順順利利 想到這處 調轉頭向著西來初地走過去 凌貴卿坐頂橋 慢著慢著停橋 停橋 他走進去 他走進去那處做什麼 剛才我倒楣 不應該敢來說他 哦 他西來初地 他包公廟 拜神都未頂 我免得他到時哆哆哆哆 要等他死了一條心才行 如果他肯定這樣告 就算我有錢去收買些人也麻煩 好 一於教訓一下他 等一會嚇嚇一下他 以後就不夠膽再告我了 想到這樣 就在門口 就在門口 在漢口那裡 交了很多乞衣 那裡有很多乞衣 剛才進去一個人 等一會 你們就幫我手 把他一鍋金 那人怎樣 那個人 那個人 那些鬍鬚這麼長 扔到來心口 你們見到他 就打就是了 每人十兩銀 打死打殘打兵 不怪你們 萬大事情 有半公子我擔大 知道了嗎 多謝多謝 我刻意見到有錢 那位公子爺交代過 有個人鬍鬚這麼長 一鍋鍋都打他 伯定響西來初底的漢口 就監察了 那麼長鬍鬚 現在再講一講梁天來 梁天來入到包公廟裡 去到包公的神像 前頭就跪下 墳鄉就土共 包公爺爺 包公爺爺 想我梁天來 有九命其冤在身 都不得慎恕 我現在唯一一條路 最後一條路 就是上京告遇狀 不知能不能成功 請包公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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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指示 上了香 拿來那道教杯 教杯的聖杯 往地上一頂 我指示 那道教杯 那道教杯 是占卜之術 說一聲 包公爺爺 如果 如果這次我上京告遇狀 成功的話 就兩隻教杯 動篤棋 嘩 你說教杯 兩面正兩面反 一面正一面反 這些就容易 你說兩隻教杯動篤棋 教杯就懶惑地圓 兩頭尖 怎麼動篤棋 站不到 溫手扶著就行 誰不知一頂奇怪的事 果然發生 真是兩隻教杯動篤棋 為什麼 兩隻教杯一跌落地 卜星一彈 一隻教杯彈到神台腳 在神台腳上 動篤棋 第二隻教杯 卜星一彈 彈到出外頭天井 那條石垃圾一攝 又動都站不 亮天來一看 神啊 神啊 多謝包公爺爺 多謝包公爺爺 馬上燒搭元寶 就來搭謝包公 拜他 包公爺爺 多謝你神靈庇佑 多謝你神靈指示 如果我今次呢 今次能夠成功 我一定回來 一定回來 好生來到萬神 多謝你 多謝你 那塊元寶 猫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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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為神心那一頭 一拆拆著 死了死了 拆著胡鬆 誰這麼大拆胡鬆 燒剩這麼嘮嘮 短刮了 算了 不用看了 不用刮鬆 這樣就行了 我走 他就有信心和勇氣了 走出西來初地想回家 準備好東西 想去上京 剛出到西來初地門口 前面那些乞衣就在那裡看著 靈貴兄在後頭離遠就指揮 你也看著 梁天來走出來 那些乞衣 這個不是 這個這麼短胡鬆 由得他 靈貴兄在那裡看著 靈貴兄在那裡看著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你也不能出聲 出聲就被人發現 就這樣看著梁天來就過去了 無多久 包公廟的妙足弓出來 那妙足弓很大年紀 那些胡鬚去到胸口 一直震震震震震震的出來 白白無端被人打了一餐 有冤無露鬚 靈貴兄就看著 不是他 不是他 他打錯人 你不是這麼長胡鬆嗎 不是這個 是那個 那個這麼短胡鬆 我都不知為何會變得這麼短 我都不知為何會變得這麼短 那個妙足弓只能夠 慎自己 不好命 梁天來 就這樣就沒事了 好了 過了一段時間 他果然就上京高如座 上京 別經的就是梅嶺 靈貴兄已經猜到 這個梁天來會 經過梅嶺上京 故意收買梅嶺那些首位的兵桌 教大他們 但凡經過的人 按照這個樣子 有生成這樣的樣子 不管那麼多 殺 如果 是有那些裝貨的貨車經過 要徹底排查清楚 不能夠走漏 梁天來 知道了嗎 那些兵桌收了錢 領了命 天天就盯著 梁天來恐慌被人認出 拜路行蹤 他很聰明 想了個辦法 怎樣 他就躲在一部茶葉馬車裡頭 馬車後頭 裝著一箱一箱的茶葉箱 他就躲在茶葉箱頭縮買 想著神不知鬼不覺 就這樣到過梅嶺 去到梅嶺那時候 那些兵丁喝聲 米字 馬車夫當堂就喝停那隻馬 問的是什麼 茶葉 茶葉 有沒有格大 沒有全部茶葉來的 好 讓我們檢查檢查 先看看 明定 問出刀 去到茶葉箱那裏 著著著著著茶葉箱就來捅 哇 很重要 一路這樣捅你梁天來 就在茶葉箱裏面 一刀捅他還有命 看見 捅一隻 捅一隻 梁天來在茶葉箱裏面 心驚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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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嶺 快捅到了 快捅到了 又整頂了 沒有事忽然之間 烏雲蓋頂 天色大變 那些兵丁一看 喂喂喂喂 不對勁啊 烏雲蓋頂找定彎艇 下雨了走 輕盤大雨就下來了 那些兵丁肯定不跟你插那麼多 收了人錢 不斷做完就算了 快捅了進去 那個哨江裏頭就避雨 車庫見到你不差嗎 喂 走 一邊那一隻馬 馬車 就這樣順利到過梅嶺 經過多少艱辛 梁天來總算上京 去到告御廠 將這件事說了給翁正王聽 翁正王聽 拔賢大路 什麼話 他以山高皇帝縣 這樣的廣東之地 賜著浸管不了 竟然有人這樣作案 賄賂了那麼多官員 那些官員竟然包庇這樣的賊人 命令兩港總督徹查這件事 這樣一牽牽出來 寧貴慶最後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而那些受賄的官員 一一落馬 也受到應有的懲罰 梁天來沉冤超雪 他很高興 認了包公爺爺 給了自己指示 幫了自己 於是乎就叫人打造了一塊牌匾 上頭寫著沉冤超雪四個大字 跨在包公廟裡頭 那麼究竟的包公廟還有這塊牌匾 那可惜包公廟不服存在牌匾 那邊也沒有響樹 但是就流落了這段故事 現在去到石井 我們鄉下就是 那一頭的人一說起梁天來 一大段故事就是講這件事 這件事到現在 仍然間流傳得很廣泛 在粵語裡頭有句話 苦過窦鵝冤 慘過梁天來 有這樣的俗語 亦都是和這個故事有關的 好了 這個梁天來同包公廟 這一段奇遇故事 講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會 拜拜 提雅相講戲 品戲曲人生 所以我很期待幫朋友化妝 其實化妝本身不是我正職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說 真是無心合流流傳人 我想不到這麼多朋友很喜歡我的化妝 那我就更加努力去展現 怎麼畫得更加美 所以現在在化妝和填色 化的各方面 我都真是用心去不斷地去研究 在武門我就開了很多期的化妝 發了整晚期 嗯嗯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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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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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